大家好,我是Stan 就在不久前引起排挤Kian Parsa争议的综艺节目 达文加三的 最近再度引起了同样的争议 9月17号 在达文加三的节目结束前 公开了24号要播放的预告片 从影片中能看到 乔牛姆召开了义卖会 邀请了华萨、聪恩、Ki Kian Parsa等很多艺人 但是因为就在前一阵子 为了庆祝Kian Parsa网络漫画杀青 原本计划了彩虹家族成员们一起聚会 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后 乔牛姆才跟Kian Parsa说了 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 当时在节目结束之后 就有非常多网友们指责电台 故意策划了这些来争Kian Parsa 节目制作组最终也在SNS盗窃 表示会更加深重的制作节目 对,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 大家都没有参加在室外举行的Kian Parsa杀青聚会 但是却在预告片里播放了 在室内召开的义卖会 Kian Parsa不行,全牛姆却可疑 一开始就承认是制作组的失误 没有用一起来狡辩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争议了 如果我是Kian Parsa就会下车了 室内不是更不应该群聚吗 上次也是说了很傻眼的借口 这次更是证明了 用疫情当借口是有多恶心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上次不是已经道歉了吗 为什么又重复呢 按照你们说的 在摄影棚里拍摄不也是违反反应了吗 也不知道Kian Parsa心里是怎么想 就这么放大解释 说Kian Parsa好像是被排挤了 还是退出比较好 这不也是对本人很失礼吗 走到这一步 是不是你们在挑拨离间 哪文家散打跟Kian Parsa的关心呢 目前制作组已向媒体表示 预告片重的片段在拍摄当时 都有彻底的遵守防疫规定 每四个人一起拍摄的 对于哪文家散打的预告片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旁坛孙元党为了与文建英总统一行人 参加联合国大会 昨天从仁川机场出国了 嗯 大家看到这个呼噪的颜色了吗 就在前几天 旁坛孙元党在清瓦台 或文建英总统委认为 为了未来一代与文化的总统特别实解 并收到韩国外交官专属的红色护照 顺便说一下 韩国护照分三种颜色 蓝色是一般国民用 红色是外交官用 绿色是官用护照 所以旁坛孙元党就等于外交官 这么一想 这好像是时隔两年左右的出国 希望成员们能注意安全 千万要健健康康的回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Super Junior成员们 只要一陷入困境就会说的话 你不是Super Junior吗 你就不是Super Junior 我们是Super Junior吗 你不是我们队友吗 我们不是Super Junior吗 喂我们不是一体吗 你不是Super Junior吗 你这家伙不是Super Junior吗 彼此就跟真的家人一样 他们自己在那里投入的时候非常好笑 就是开玩笑也不会回答不是 可爱的大叔们 想到那句是模仿文章的话 又好笑又感动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